这是我看过最离奇的丧尸片 一众大咖亲情演绎 但真正看懂的人没几个 导演吉姆贾木许 素有美国独立电影宗师之称 文艺片大咖 嘎那常客 先后八次入围了主竞赛单元 丧尸卫视正是其中之一 影片上映后 口碑两极分化严重 一边是文青的心头好 一边是不懂贾木许的观众 看完之后求退票 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故事 警长克里夫和警员老尼 接到农场主米勒的报警 说他的鸡被一个叫鲍伯的怪人偷了 过去这些年 鲍伯一直隐居在树林中 几乎不和其他人打交道 听到警察的呼叫 鲍伯不仅没有现身 反而一眼不合就开枪 不过他只是发出警告 并不是真的想杀人 克里夫认识鲍伯已经五十多年 他知道鸡鸣狗盗之事 鲍伯是干不出来的 之所以走这一趟 完全是因为有人报警 他们不得不出警而已 下班途中 两人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明明已经晚上八点多 天却大亮着 这显然不正常 很快 镇上的居民也察觉到了这点 就在所有人一头雾水时 电视台给出了科学解释 简单来说 由于美国在北极进行过度的采矿活动 导致地球自占轴发生偏移 白天变得很长 夜晚变得很短 除此之外 整个生物圈都会受到影响 植物停止生长 气流也会发生变化 总之后果很严重 新闻报道绝非危言耸听 短短几天 小镇发生了好几起宠物失踪的事件 等找到后 主人发现宠物变得和野兽一样 极具攻击性 这天警局接收到一具因为过度饮酒 导致死亡的女性尸体 死者的公墓不在小镇上 尸体需要在警局停放一晚 等到明天 会有公墓所属地的验尸关过来 将尸体运走 晚上十点 朗尼和女警明帝加完班 准备回家 克里夫则独自留下来值夜班 小镇的另一边 萨尔达刚刚接收这里的殡仪馆 在大家眼中 他是个十足的怪人 穿衣打扮 走的是日本武士风 萨尔达在密室中 放着一尊金色佛像 时不时会拜一拜 有时也会在佛像前耍一套刀法 看起来不明觉悉的样子 萨尔达发现 停尸间里的一具尸体 手搭拉了下来 于是上前重新整理 可他刚离开 尸体竟然又动了一下 深夜 克里夫与女师紧一墙之隔 好怕他突然炸尸 少管所里 黑妹睡不着 他总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具体是什么 一时说不上来 就连习惯流浪的豹博 也在今夜难以入眠 种种迹象 似乎都预示着 这将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 果然 三更十分 小镇的目的出现了异样 一对早已离世的沙马特夫妻 从坟头里爬了出来 因为生前喜欢喝咖啡 已经一段时间没喝到的他们 迫切想要解解馋 于是两个丧尸 来到即将打烊的咖啡馆 此时 老板娘和女服务员 聊了几句后 准备离开 刚打开门 两个丧尸走了进来 老板娘和服务员来不及反抗 全都成了丧尸的夜宵 吃饱再炫一杯美式咖啡 感觉好奇了 隔天一大早 克里夫接到报警 驱车赶到案发现场 当了这么多年警察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惨烈的画面 很快 朗尼也开始小车抵达这里 看着两具被啃食的尸体 克里夫猜测是野兽干的 数量可能还不止一只 但朗尼并不这么认为 要说这么血腥的画面 她也不是没见过 比如在丧尸电影里 这样的死法就很常见 因此 朗尼做出大胆猜测 凶手很可能不是人 而是丧尸 另一边 柔伊 张便男和金发哥三个年轻人路过小镇 在商店加油时 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丧尸的报道 不过他们并不相信 今晚还打算住在小镇的汽车旅馆 在旅馆门口 他们遇到了克里夫和朗尼 安全起见 朗尼告诉他们 晚上最好不要出来乱逛 一定要将门窗锁好 但三人显然没听进去 直到看到新闻 才得知小镇范围内已经连续发生好几起惨案 受害者死相恐怖 身体像被野兽掏空了 三人察觉情况不对 不禁怀疑小镇真的有丧尸出没 萨尔达来到警局 想帮惨死的咖啡店老板娘和服务员料理后事 但冥帝告诉他 由于两人是非正常死亡 尸体已经被联邦调查局带走 萨尔达看了看放在角落随时可能诈尸的女士 礼貌地离开了 克里夫和朗尼来到小镇墓园调查 发现这里果然有两个空了的坟 返回途中 克里夫问朗尼要怎么做才能杀死丧尸 根据多年看片经验 朗尼告诉他 方法只有一个 不择手段砍掉丧尸的头 知道这个办法的 还有丧尸片发烧油卷毛 他是小商店的老板 手上有五花八门的武器 面对随时可能爆发的丧尸危机 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夜幕来临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 墓园里的尸体纷纷复活 从坟头爬了出来 大哥大半夜不睡觉 跑到外面找猫咪 结果被尸群盯上 第一个领盒饭 克里夫和朗尼捧着两箱兵器回到警区 起初冥帝还觉得莫名其妙 直到看见女人突然诈尸 嘴里还一直重复着酒的名字 他才意识到问题大了 克里夫连开两枪 结果全都瞄边 朗尼跃跃欲试 他拿出大砍刀对准女人的脖子 一下不行再来一下 直到第三下 才把女人的脑袋砍下来 见女人还能说话 克里夫朝着她的脑袋补了一枪 萨尔达正在给两具尸体化妆 左边的男尸突然睁开双眼 萨尔达很淡定 上手闭上了男尸的眼睛 结果女尸也睁眼了 萨尔达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慌乱是不可能的 当两具尸体同时坐起来时 他掏出武士刀 轻轻一挥 两颗人头同时落地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 巨大的危机 正笼罩着整个小镇 农场主米勒听到枪门声 拿着猎枪过去查看 门口有人影晃动 米勒透过窗户看了看 之后打开一条门缝 黑人小哥已经失变 他嘶吼着掐住了米勒的脖子 好在有枪 要不然必死无疑 越来越多的丧尸涌入小镇 他们保持着生前的习惯 喜欢零食和玩具的丧尸小孩 徘徊在商店门口 但大的已经登堂入室 至于成年丧尸就更离谱了 拿着手机到处蹭网 卷毛和村民老黑 虽然早早就用木板封死房门 但还是有两个丧尸闯了进来 卷毛开枪杀死一个 老黑则用大剪刀 咔嚓了丧尸的脑袋 之后两人重新对大门 进行了严丝合缝的加固 前门的危机暂时解除 但真的安全了吗 并不是 就在两人放松警惕时 后门突然传来急促的声音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门已经打开 无数丧尸走进来 无路可逃的两人 干脆放弃抵抗 等待死神的降临 除了卷毛和老黑 米勒也在劫难逃 聚集到门口的丧尸越来越多 子弹根本不够 在绝望的惨叫声中 米勒被狮群残忍分食 戒备森严的哨馆所 不再是安全之地 走廊里全是丧尸 黑妹和两个小伙伴 只能躲在房间里 听到长官的求救声 他们无能为力 趁着狮群正在走廊里用餐 三人顺利通过楼梯 离开了哨馆所 或许相比其他人 在树林里生活的鲍博 反而是最安全的 警局外 一群丧尸漫无目的游荡着 敌众我管 克里夫三人只能静观其变 没过多久 全片最强武力之登场 萨尔达来到警局门口 一刀送走一个非常丝滑 完哨后 萨尔达询问克里夫 有什么应急措施 短暂的犹豫后 克里夫说道 作为一名警察 在这种时候 应该开着警车到社区巡逻 话虽如此 但三个人都不敢单独行动 于是 萨尔达让他们组团出发 他一个人坐镇警局就可以 巡逻过程中 三人发现 这些丧尸会被生前迷恋的事物吸引 他们会说话 但只会说一个单词 就是他们生前最喜欢的东西 很快 三人巡逻到了汽车旅馆 这里很安静 然而 柔衣所在的房间 大门却敞开着 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果然 当他们到门口查看时 发现三人全部倒在血泊中 防止他们失变 朗尼非常冷静地 砍掉了三人的脑袋 萨尔达这边 他打开警局电脑 噼里啪啦打出满屏 让人看不懂的符号 此时 警局外面已经围了一圈丧尸 见状 萨尔达再次亮出了武士刀 与此同时 克里夫这边发生了意外 来到墓地附近时 警车撞到一个丧尸 前轮被断肢卡住 导致车辆困在原地 无法动弹 克里夫想让朗尼下车看看 但看着四周躁动的丧尸 朗尼是拒绝的 冥蒂忍不住吐槽克里夫 这开车技术也太差了吧 说话间 越来越多的丧尸围了过来 三人躲在车厢中 无计可施 就在冥蒂处于崩溃边缘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正在呼唤他的名字 透过车窗看过去 竟是冥蒂已经去世的奶奶 而这一幕 也是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冥蒂彻底绝望 既然打不过 那就加入吧 冥蒂不顾克里夫和朗尼的反对 打开车门 投入了失群的怀抱 萨尔达处理完门口的丧尸后 开着朗尼的小车 离开了警局 作为新手司机 他很谨慎 遇到丧尸都会绕过去 但很快 萨尔达在一个酷酷的 女丧尸身边停了下来 这样的时尚 萨尔达表示不太懂 一刀下去 帮他超度 朗尼告诉克里夫 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此话一出 克里夫既生气又困固 从灾变到现在 朗尼始终很冷静 冷静的都有点不正常 而且他不止一次强调 大家最后都会完蛋 克里夫想不通 朗尼为什么这么笃定 难道有未不先知的能力 面对质疑 朗尼给出了看似很扯 却又让人不得不服的答案 好家伙 直接打破了第四面墙 当萨尔达赶到墓地时 这里依然有不少丧尸 听见身后传来嘶吼声 萨尔达一个华丽转身 轻松斩杀两个丧尸 同一时间 原本在警车四周的丧尸 突然自行离开 克里夫一头雾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在我以为 萨尔达要在墓地大杀四方时 却画风突变 萨尔达看向夜空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紧接着 一个神秘的UFO出现在半空中 最后飞到墓地上方停了下来 没猜错的话 萨尔达在警局打出的符号 就是用来联系UFO的 一道光束打在萨尔达身上 他被吸了上去 之后UFO也消失不见 怪不得萨尔达是大家眼里的怪人 原来人家根本不是地球人 看到这一幕的朗尼开始怀疑人生 因为剧本中没有这一段 虽然故事的结局早已注定 但朗尼还是决定孤注一掷 他和克里夫走进狮群 奋力杀敌 识变后的名帝 说出唯一的单词 是朗尼的名字 尽管如此 朗尼还是无情地挥动了手中的刀子 但丧尸数量实在太多 克里夫和朗尼打不过 倒在丧尸之中 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故事最后 只有野外求生的鲍博 和从哨馆所逃出来的三个孩子 活了下来 影片上映于2019年 文艺之余也很晦涩 散点式的慢节奏 反复不断地冷幽默 甚至没有手尾呼应的主线故事 撕裂丧尸片的外壳 你会发现在这部电影中 丧尸形象 其实是对各种主义的讽刺 也许在这个故事里 自始至终都不存在真正的丧尸 他们不过是被网络主义 种族主义 消费主义等等洗脑后 变成了迟钝且愚蠢的行尸走肉 比如农场主米勒 他就是典型的种族主义者 他戴在头上的红色帽子上 写着一行字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让美国再次变白 但讽刺的是 一开始攻击他的丧尸 就是个黑人 能独善其身的 除了与世隔绝的流浪汉 也只剩下外星人了 让三个孩子活下来 或许是让人们 对这个绝望的世界 还抱有一丝希望 影片隐喻很多 简单总结就是 当地狱满了 死人就会跑到地面上 而当地面上一塌糊涂时 活人也会变得 和行尸走肉一样 好了 今天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 支持一下哦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